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CSS中的鼠标的样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JavaScript中的鼠标事件 因为在我们的秒杀活动中我们经常要用到一些鼠标事件 好,下面我们开始 鼠标事件分为这么几类 分为一般世界,页面相关世界,表单相关世界,滚动字母世界,编辑世界和外部世界 下面我们根据分类分别来了解它多应的一些世界函数 好 首先我们看一般世界 我们的on click,也就是鼠标单击时触发的世界 on double click,鼠标双击时触发的世界 on must start, must up, must over, must move, must out 分别是鼠标按下时,鼠标松开时,鼠标滑过时和鼠标移动时 还有鼠标离开这个对象范围的时候 中间这几个都是针对鼠标的滑入滑出或者滑过 或者是按下鼠标的这个按键 触发的这些事件 然后再是on key press, key down,还有 key up key press是当键盘上的某个键被按下 并且释放时触发自视键 on key down是当键盘上某个键被按下时触发 key up是被按下的键松开时 它会触发这个世界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鼠标实践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分类 我们的页面相关事件有哪些呢 好,我们找到多元的图片 例如on board,就是图片在下载时被用户中断 还有before unload,当页面的内容将要被改变的时候触发自视键 还有on arrow,出现错误时触发自视键 这个on arrow,还有on load,这几个函数是经常被使用的 on load是页面内容完整时触发自视键 on move和on resize,on scroll 这些是改变这个浏览器窗口的位置或者大小 还有改变那个滚动条的时候触发这些事件 on stop是浏览器的停止按钮被按下时触发这个事件 或者是正在下载的文件被中断 on unload,当前页面将被改变时触发此事件 好,这几个是我们的页面相关事件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表单相关的事件 这个表单相关事件非常常用 尤其在外部项目中 好,我们看一下on brew 是当前元素失去焦点时触发此事件 on change是当前元素失去焦点 并且元素的内容发生改变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触发这个on change事件 on force是当某个元素获得焦点时触发此事件 还有on reset是表单中的reset的属性 被激发时触发此事件 on submit一个表单被提交时触发这个事件 这几个事件经常配合使用来较验表单中的数据的合法性 尤其是这个on submit 在on brew,on force教验完数据完之后 我们在on submit的事件中 同样要对表单中的数据再做一次对应的教验 好,接下来我们看滚动字幕事件 滚动字幕事件只有三个事件函数 是on bounce,on finish,on start,on finish很明显 它是mark元素完成需要显示的内容后触发 然后on start是mark元素开始显示内容时触发此事件 on bounce是在mark内的内容移动至mark显示范围之外 那么就触发这个事件 mark元素 现在用的不是很多了啊 所以这几个函数我们也用的比较少 好,我们看一下编辑事件 编辑事件对应的事件函数比较多 例如on before copy 当页面当前被选择内容将要复制到浏览器系统的解决板前触发此事件 on before cut 当页面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内容将被移离当前页面 并移动到浏览者的系统粘贴板时触发此事件 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编辑事件 当于当前元素将要进入编辑状态的时候 它会想要这个事件 还有on before past 内容将要从浏览者的系统解决板传送到页面中时触发此事件 还有on copy,on cut 我就不再一一数过来了 因为这些事件我们只要做相应的了解 因为它不常用啊 等到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查一下这个事件 我们就知道调用哪个事件函数了 好,还有这些编辑事件 on drop,on past,on select 这个on past和on select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来防止页面上的一些元素被复制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外部事件 外部事件就是我们的打印啊 这些 你看,当文档被打印后触发此事件 on after print on before print 那就是当文档即将打印时触发这个事件 on cap就是当浏览者按下是fe 或者是浏览器的帮助选项时触发这个事件 还有on property change on ready state change 这个世界函数 有点类似于agx里面的那个属性 它的作用是 当对象的初始化属性 时发生变化时触发此事件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鼠标世界的一个分类 以及一个打字的了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常用世界的一些 事例 好,看我代码 看 我一刷新 它就弹出了一个弹框 弹出了两个弹框 好,我们看一下圆码 首先 我定义了三个函数 然后我里面有一个input框 input上面 绑定了on click on must over和on must out 就是说 当我点击这个click 当我点击这个input按钮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test函数 也就弹出了这个test 这不算 当我鼠标滑入这个 按钮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over函数 当我滑出时候 它又会调用这个out函数 然后我有一个on load的事件 绑定在body整个文档上面 当页面加载完的时候 它就会调用这个test函数 然后弹出来一个test函数 好,我这里有个image标签 里面有个 xxx.gpc 很明显 我这个图片是不存在的 那当它加载的时候 它就会报错 然后会响应我这个on error事件 on error事件 就会弹出来一个not found image 好 看,就是图片加载不到 响应了这个alert 然后因为加载完了 响应了我的unload事件 然后弹出来这个test 好 看,刚才我们就试了这三个 以及这个,还有这个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on keydown函数 例如我定一个函数 叫做keytest 然后我在里面也是一个弹框 keypress 然后我定一个on keydown事件 我绑定到body上面 当按键板上的按钮按下的时候 我调用这个keytest 那么它会弹出来这个keypress 好,我刷新 看,好 我按一下空壳 那一看,它就响应了这个keypress这个世界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常用的这几个 这个on sub-meat on blue,on force 好 我定一个输入框 文本框 这回我们不再定一个按钮了 我们来两个换行服务 跟上面的做一个空格 跟上面的内容隔开 然后我们做一个文本框 好,里面的内容叫做 就是默认值是这个 但是呢,我们有个on blue 这是一个检测里面的值的 我们随便写一个函数 叫做brew 然后还有一个on force 当我这个获取值的时候 那么我这个this value 我要给它这个空 那我现在还要定一个函数 叫做brew 就是失去光标的时候 那我要把里面的 啊,我也不在获取里面的值了啊 我就直接在这里打印出一个自负传 叫做brew 事件 我来响应这个brew就好了 好 我把其 其他的事件先去除 也就是上面这个unload 还有这个on keydown 这两个先住掉 然后把我这个image表现先删除 来,我刷新 看 我现在 这就是我刚才定义的这个 input的文笔框 然后上面绑定了两个事件 一个是on blue 一个是on force 当我失去光标的时候 调用这个brew函数 会弹出来一个字符传 brew 然后当我这个元素获取光标的时候 它会把这里面的内容制空 你看 现在我有个默认值 叫做input please 然后后面三个点 好 然后我点一下 你看 它立马把里面的 直至为空了 这就是我的on force事件 然后 我按三个D 然后我在外面点一下 也就是它这个input的输入框 失去光标的时候 我看它是不是弹出来这个brew 字符传 哎 没有弹出来 好 我们检查一下 为什么 看我们的onbrew 没有写错 好 我改一下 这是testbrew 好 因为我们这个函数这里写错了 好 我们刷新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等我光标离开这个input的输入框的时候 它就会弹出这个 好 我们再开一个 最经常使用的这个onsubmit 假如 我在下面定义一个form 然后 帮它提交的时候 它就会检查这个 好 submit 然后我再定一个submit的按钮 然后我定义这个check函数 这个check函数呢 我要获取里面的值 看它是否 就是我们这个文本框的值啊 我看它是否输入了 看我首先定一个变量 叫做 va吧 不用 不能叫做va啊 假如我这是一个email 那我就举名一个变量 叫做email 那么我通过document 点getelement 把id 然后里面是这个checkvalue 它的值 然后呢 我可以检查 如果它为空 那我就弹出来 没有填那个 弹出来email不能为空 然后我returnforce 那这个时候这个表弹就不会再提交 我们刷新 好 我避免干扰把上面的这个input框给删除 注掉吧 然后我们把 抓新 看现在是一个表弹 假如我现在什么都不填 然后 光标里一看这个输入框 还是会想要这个unbrew时间 再来点 再来点 提交 哎 发现 这里面因为它的值为空 所以 它在这里提示email不能为空 那如果我数两个值 那这个时候 你看 它不会再 弹出来这个email不能为空这个提示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 鼠标事件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下一课 我们继续